1950年2月,毛主席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 同越南主席胡志明一起乘火车回北京 因为沿途经过东北,毛主席便顺道考察了一下东北三省 但就是这次考察,让毛主席震怒 他下令严查,最后揪出了上万名贪官 更有42人被枪毙 主席在东北看到了什么,为何会如此生气? 百度一下三反运动,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贪官 早在1941年,毛主席就提出了整风运动 要求共产党员提高思想觉悟,规范干部作风 其中很关键的一条便是反腐 不得不说,整风运动还是很有效果的 一直到建国前,都很少听说有官员贪污的情况发生 然而这一切都在毛主席视察东北后发生了改变 1950年,毛主席出访苏联结束后 打算乘火车,沿着东北铁路回到北京 都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的重工业发展迅猛 经济放眼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毛主席既然路过东北,肯定要下去视察一番 第一站是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 也是距离苏联最大的中国城市,很值得考察 哈士的干部也很积极 他们准备了一桌盛宴来接待毛主席一行人 可在餐桌上,毛主席却迟迟不动筷子,面色也越来越沉 这让很多哈士官员密密相去 毛主席这是怎么了,莫非是饭菜不合胃口 这些官员猜对了一半,毛主席的确是不合胃口 不过并不是因为饭菜不好,而是因为饭菜太好了 很多食材和菜色,毛主席在北京时都没见过 可这些官员却似习以为常一样,这让他怎能不生气 餐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哈尔滨的领导说 我们的国家才刚刚成立,还很穷 用不着给我们吃山珍海味,米饭蔬菜就很好了 之后毛主席等人又来到了长春 或许是事先听到了风声 长春的领导并没有准备大鱼大肉 而只是上了一些家常菜,这让毛主席很是满意 第三站是沈阳,沈阳官员准备的饭菜 竟然比哈尔滨的还要奢华 这彻底将毛主席激怒 他痛批道,我刚在哈尔滨批判完不要大吃大喝 结果沈阳比哈尔滨还严重 我不是李自诚,我劝你们也不要学刘宗敏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了人民服务的 你们这样大吃大喝,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什么影响 当天晚上毛主席一夜未免 他觉得东北的情况绝对不是个例 全国解放了,干部的思想也放松了 贪污腐败就是这么滋生的 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对全国干部开始了彻查 也就是三反五反运动 一举揪出了上万名贪官,全部量枪入狱 还有42名贪官,情节较为严重,直接被枪毙 大家对毛主席反腐的故事了解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